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一开始的时候他对我挺好的 后来我们就慢慢地开始交往了 可是到毕业的时候 他却一直不找工作 每天有手好闲的 我逼着他去实习过 可是总是干两三天就回来了 我现在就希望他能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否则我真的看不见跟他的未来了 女生觉得自己的男朋友有啃老之嫌疑 这个会成为一种爱情阻力吗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阿生24岁来自河北无业 女嘉宾小雅22岁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两位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大学同学 是吧 毕业多久了 半年多了 现在没有工作 是吧 是没有 但是一直在找 没有放弃过 一直在找 没放弃过 那还挺好的 干嘛说人不上进呢 他是一直在找 但是就是真的是一直在找 有的时候 干两三天就不干了 大大小小换了十多份工作了 昨天我倒霉你知道不 昨天碰见领导不合适 领导那个不识人才 他总是这么说 总是说 要不就领导不合适 要不就员工不合适 总之就没有他自己的原因 你像我能力这么强的 你说不是领导员是我的原因啊 我就不知道你哪来那么多自信 你知道吗 你以前你自信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 我还挺高兴 我还挺骄傲的 可是现在他这种自信 让我厌恶 我妈从小就说我聪明 像上大学老师哪个不是说气中我 那个同学尊重我 你说在学校干啥 不如比别人强啊 你这个都找了几份工作半年 找了挺多的 挺多是几份 总得有数吧 数不清了 记不清了 好嘛 一个工作能力强的人数不清楚 自己找了几份工作 哪些是老板辞的你 哪些是你辞的老板 你各国举一件事好不好 大多都是我不干的 都是你不干的 你为什么不干 就我们大四实习的时候 他在一个公司 找了一个文员的工作 按说风不吹日不晒 又有人跟他一块工作 又不无聊 挺好的工作 待遇也挺好的 可是呢 任老板让他复印一份文件 上面有一个钉书钉 他没看见 然后他就把这个文件 放到打印机里边了 结果把机子给卡坏了 当时我觉得挺委屈的 我跟他说了之后 然后领导说了你几句 你就不干了 你说领导给我的时候 那个纸上就带着钉了 然后他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 我就弄去那个坏了 你说这首先 愿谁不愿谁先不说 你说这点鸡毛蒜皮 郑伯伟 你说受气大辱 我跟你说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这没法干 我跟你说 说得好 你把老板给吵了 不干了 不干了 不错呀 你领导就说了他几句 他就跟领导吵起来了 然后就不干了 你说同事那么多人呢 以后我还能在办公室工作吗 以后抬了几头吗 面子搁得住吗 人家领导说你几句 而且本来是你的错 人家领导说你几句又怎么了 是我的错 先不说 是吧 他不能为这事 当着门说我吧 好好好 你还干过什么呀 除了这个 那会已经毕业了 我们投了好多简历 然后就 手头有一份 推销啤酒的一个 算是兼职吧 然后就说在那干 他第一个月 挣得挺多 挣了七八千吧大概 特别多 这么挣钱 然后就不干了 你看啊 就是一帮哥们去那喝酒去了 以前都是一块吃 一块喝是吧 现在可倒好 他们在那吃吃喝喝 我在这伺候着 然后跟我开玩笑 说我什么啤酒小弟 你说你说我这 光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说没法 根本就这面子 太搁不过去了 知道不 那你还做过什么呀 毕业以后我还就是想去过气修 想去做气修 去了吗 做了 当时他一说要学气修 您知道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我就觉得总算可以很正经地干一份工作了 特别高兴 我就说你去吧 好好干 好好干 前面说得特别好 然后去了之后 连学再干一个星期吧 又回来了 他们就老排挤我 什么脏回来一会儿 啥都让我干 你就一个星期下来 光车咕噜别人都向我泄无数个了 你这手都磨都泡了 我妈都说了别干这个了 你出生都是带进的出生的 你说你干这个 你说大学生刚一毕业 能干什么活呀 不都得是干净粗活累活 他们什么技术活也不交给我 就天天让我干的 人家比你去得早 他们就是想一直 向使唤我 有什么前途 我们因为这事总是吵架 我真的是我撑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看不到未来 您知道吗 我就特别想要一份安稳的生活 可是他给不了我 我特别崩溃 我们在一块四年多了 我心里边 大一开始就谈是吧 对 后来就我爸一个朋友 在建筑公司 给人介绍了一个工作 其实那个工作挺好 就是一开始累一点 转正之后待遇挺高的 他去了之后 前两天倒是挺认真的 踏踏实实干 干了两天就说 哎呀我头疼 又肚子疼 你说头疼肚子疼 这是我想的吗 是吧 后来在宿舍玩游戏呢 那你反正也不干活 你病了 你那坐那玩游戏咋了 然后后来人家问他 人家说什么呢 没事我路子硬 但是也是说错话了 我走不了 我不下工地也没事 也不是说就是那什么的 你说这话能往外说吗 但是你爸也不是说 肯定是能干吗 再说他们都以后 没准是我的下属 没必要跟他们 第三下子说点啥 后来就是传到我爸耳朵里 我爸就说 这是什么人啊 我爸妈都开始不同意了 而且你看那个地儿 那个工地儿 什么土啊 灰啊特别多 你说我穿一身衣服 进去出来都不像个人样 你知道不 人家能适应 你就适应不了 人家可以下工地 你就不能下 我觉得不适合 我觉得不适合 我觉得大学生也不缺活 好好好 你觉得你能干什么呀 我就觉得360行 肯定有一个行适合自己 只是还没有等到那个时候 等等 我等到你什么时候 就是人谁没有个瓶颈期 这一年半年 这算个事吗 你现在怎么生活呀 用谁的钱呀 现在爸妈的钱 哦 爸妈的 但是肯定会 肯定会还 人生几十年呢 什么还不都是还 就是找到合适的 你说毕业才半年 不是说毕业多长时间了 好多都是那种 就是找了以后 觉得不合适就换了 是吧 也不是说 就是光咱们这样 可是也没有来回 来回回老换的呀 但是人也不像你这样 从早到晚 说打电话吃饭 天天说这啥字 没别的事 你以为我愿意说呢 姑娘你就别说了 说什么呀 男人嘛 是吧 碰到一点困难 你就在那叽叽歪歪的 是吧 我说的对吧 对 我就希望他认识到他这一点 你知道吗 我就希望 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过得挺幸福的 其实我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这样想 我觉得你看 咱们不是说就是 毕业好几年了 就是真的是 吃不上饭了 天天去楼上 楼底上喝风 你妈要不给你钱 你还真喝风了 但是我妈给我钱呀 所以你妈多好啊 你在家里伺候 你妈伺候得怎么样 我妈妈 自己把自己照顾挺好的 她们不要我那个管 我现在有份工作 特别适合你 你就伺候她们 她们给你钱 这也是份工作呀 360行嘛 对吧 叫家政服务员 这事你干得了吗 这个肯定不能干呀 我看你不就 一直在这么干吗 只是你干得不合格吗 总是要找一份 合适的 以后肯定会好好干 哪有工作 哪有工作去 适合你去 不都是人 去适应工作吗 你说这样谁受得了 受不了 主要是我也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这样想 你知道不 真的你看别人 有的也没有找工作 是吧 也不是光我 光我那个什么的 其实虽然说 我心里也着急 但是说 也不是说那种 就是特别就是 那什么的 事我是听明白了 人才 各位老师 今天你看四位老师 都对职场太了解了 听听他们的意见 好不好 好 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件 我大学毕业头一年 换了四份工作 都不太顺心 干 也属于半失业状态 也啃老了 就是天之交子 心高气傲嘛 怎么了 怎么就不行了 就我一个失业的 最后结果 女朋友就是 找别的男人去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它是对的 你没有资格 要求任何人 平白无辜 为你付出 为你等待 不管是社会 还是父母 更是女朋友 自己不努力 指望着别人包容你 最后一定成为一个废物 就这么简单 女孩也一样 你把 幸福寄托在一个 对自己没有要求的男人身上 还不如相信你自己 找爱人的最重要的一点 不是说 你是不是爱他 他是不是爱你 而是这个人 是不是值得你爱 你是不是值得他爱 其实你们现在 大学刚毕业 这个社会五彩斑斓 机会到处都是 就看你自己 努力不努力了 男人还是要靠自己 你有梦想吧 有 有追求吧 有 那得努力呀 我一直都没有停止努力 然后你 你没有停止努力 你干几天 你得追问 你得追问 约老师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说你梦想是什么呀 我的梦想是下一个马云 你的梦想太棒了 大家都给你鼓掌 但是万丈高楼 要平地起 那个砖要一块一块地垒 光有这个梦想是不够的 你得努力地去实现 你天天啃你爸 你妈这个啃老 我非常地让人看不起 你有一双手 你有健康的身体 得靠你自己 这姑娘 你这么年轻 大学毕业 你看着她什么了 我们大学这么长时间 她对我一直特别好 她怎么好的 花的钱都是她爸妈的 大学毕业都成人了 她还继续地花她爸妈 给你爸妈一点希望 这么不努力 这么不容易地 把你带来这么大 啥希望 你喝西北风 你说不怕 有你妈 她待会给你来一句 我妈乐意 她说了 刚才说了 我妈你妈给你钱 但是你妈很辛苦 你要体谅你妈 父母都不容易的 这兄弟啊 现在绝对处于人生 低谷阶段 情场 职场 全部失忆 我们先来谈谈职场 我毕业那会儿 我学的专业啊 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我也立志 不去做本专业的事情 所以去找工作很难 但就在难的这个 这么状况下 有当时有五份工作 要我了 其中一份 你知道是什么 某个五星级饭店的门童 我都去了 但是人家其实 还不是特别看上我 为什么 人家说别看你 一表人才 大本毕业 不会这么说吧 哪个老板都不会这么说 老板肯定说 瞧你这傻大个儿 是吧 做门童也不错 这还蛮帅 不会说你一表人才的 不是 你们那么着急 没听人家下半句是什么 以后直接说但是 但是 不行 钱都还得重新回顾 别看你一表人才 本科毕业 但是 但是我们还真不想要你们这样 为什么 站没站下 坐没坐下 人家喜欢要那个 专门外事职高毕业的人 一站跟你们站的就不一样 我当时很受打击 再给你讲一件事 是工作应该大概五六年了 有家公司 要我 我跟他谈了条件 然后我把这边辞了 那边没给我回复 其实我想起来 给我回复的时间和我辞这边时间 就是两天的时间 你知道这两天 我有什么感觉 我度日如年啊 我心里就像有块石头一样 我曾经 我就那两天的夜里非常清楚 我睡不着觉 我就想 如果那边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可能就失业 好在两天之后 人家的通知来了 我心里就叫踏实 两件事告诉你是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 没错 大家都说 大丈夫顶天立地 威武不能屈 但是还有一句话 大丈夫还能屈能伸呢 你一个刚毕业的 你凭什么要老板给你面子 让同事给你面子 还要家里人给你面子 还要家里人你都毕业了 功领了十几年 你还现在还要肯老 你凭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去要面子 你还没有一份工作 还没有机会 展现你所谓的你有才 你有能力 你先有能力证明你的价值 然后用你的价值去证回你的面子 那是真正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尊严是你证出来的 不是你说出来的 好不好 脚踏实地 从最基本的做起 不要面子 你现在没有任何面子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曲总 我就不跟你谈情场 我也不跟你谈职场 我就跟你谈谈怎么做人 你刚刚说的马云 马云之前做过销售的 卖电话黄叶 到处跑 走街串巷 这不跟你那卖啤酒差不多吗 他义务也去批发过的 对 我原来在浙江电视台 有意思的捡袋子 他们拿出一盘特别老的袋子 中间有一个片段 是采访那个印井盖丢失之后 路人的意见 就看见黑影刷过 骑着一两次引车 只一头长发 一小个子男人 从车上下来 非常慷慨激昂地说 哎 这印井盖丢了 怎么样 我们一看原来是马云 谁都有贫穷过的日子 别谈情场职场 先谈谈做人 有一首诗诗形容这样的人 说 一职无业 二劳啃光 三餐吃饱 四职无力 五官端正 六亲不认 七分任性 八分无赖 九坐不动 十分无用 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你刚才在跟他焦虑的过程当中 反反复复地说 这个没前途 那个没面子 你没本事 你的面子在哪呢 李嘉诚倒是说过一段话 特别有意思 他说 当你可以放下面子 去挣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可以用钱 挣回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当你可以用你的面子 去挣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是个人物了 如果你现在还在这 天天唧唧歪歪 嘚巴嘚 要面子 抱着面子 死守不放的时候 说明你这一辈子 也就这样 谁都干过没面子的事 男人要能忍啊 人家一说你啤酒小弟 你就忍不住了 人的能力是一条线 人的忍耐力是一条线 两条线中间是你的生存空间 你要是能忍所不能 忍人所不忍 你的空间就比别人大 你的工作范围也比别人大 你所收获的成功 也比别人大 所以最后送你一句话 人生会苦一阵子 但不会苦一辈子 你要是逃避苦这一阵子 你一定会苦一辈子 好自为之吧 好吧 就这样 有一同的汗 你要不要拍一下 就 谢谢啊 谢谢 这是四肢太懒了 肾虚的表现 说两句你就流汗了 这可不 灯光太热了 那怎么都没流汗 就你流汗了 还要面 二十四岁是吧 嗯 二十四岁一大小伙子 受过高等教育 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还要大家从这个层面来 说你的话 我觉得 应该反思反思 至于你嘛 离开 是个好选择 留下来 你说我就要帮一个人 我们也给你鼓掌 自己看吧 没别的了 咱们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我希望就是 能等一等 就是因为 现在还是毕业时间太短 就是还没有 真正正等到一份 就是自己能干 或者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想就是 肯定不会等太久 希望能相信我 其实 我是特别舍不得 这份感情 其实今天来这 我就是希望 你有这份心 就是真的能说到做到 我是希望 你能真的认识到 然后 为了我们的生活去奋斗 找一份安定的工作 安安稳稳的 从基层做起 我也不求 大富大贵 我只求一份 安稳的生活 我希望你能给我 还有一个帮助你们的机会 谁要啊 我要什么 没问题啊 来看一下 你有三个选择 A 求助现场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再次的求助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求助一下现场观众吧 求助现场观众 你求助他们什么呢 我这段感情是不是还应该继续 如果 他让我等 我应不应该再一直等下去 请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觉得这个姑娘还应该给这个小伙子机会吗 应该给选赞成 不应该给请选择反对 来各位 请选择 现场44.44%的观众朋友觉得可以等 还有55.56%的观众觉得不该等 不该等的还占到了一个多数 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应该给一次机会吧 那个两个原因 第一个 还年轻 第二个 因为爱情 我还是持反对意见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责任心 他不仅对他自己不负责任 对他的父母不负责任 对他的女朋友也不负责任 所以我不赞成 看起来是一个表象的 因为男生不上进或者没工作 女生还要闹别扭 其实不是 你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一段困难 而是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 没有处理困难的能力 你再放弃 女生有操之过急的嫌疑 这个从另一个层面说了 感情还不够深 因为你现在所做的是抱怨 而不是帮助 所以 为什么有些老师也说 要重新考虑这段感情呢 这就是原因和症结所在 两位拿起密码箱 交换一下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来请关门 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年轻人 出入社会的一些小事 但是在这段小情感的背后 其实也折射出了一些 年轻人出入社会 面对职场的一些困惑和苦恼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我特好奇一件事 就是你觉得你现在 有资格谈恋爱吗 谈恋爱还有资格 谈恋爱当然有资格 你有爱人的能力吗 有啊 有啊 钱都挣不来 你拿什么爱他 但是会挣上的 会会会 什么时候啊 先别吃父母的了吧 行吧 看看礼物吧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将为我们成功牵手的嘉宾朋友 提供一份五百到三千 不等的旅游基金 你们自己来喊 开始和停 开始 停 好 来 有请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河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接下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孩子慢慢学习好吗 女生 越是这个时候 越应该去激励她 帮助她 而不是责怪她 男生 人生确实都有困境 但是学会在困境当中 调整自己 拼搏扶持一句空话 祝你们幸福 请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